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希望总管三界的御帝 在新的一年保佑大家平安 顺利又健康 庙方人员也准备了汤圆给信仲品尝 工作人员一锅锅的煮 忙得不可开交 事实上为了因应大批信仲前来参拜 前一天十七号晚间 高雄另外一家 已供奉玉皇大帝知名的玉皇宫 平日香火鼎盛 初九这一天 更是挤爆了宫庙内外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来祈福 今天来做什么 拜天宫吗 是不是 拜天宫 你说拜天宫 去王大帝 去王大帝 全家大小总动员 而庙方人员提前准备了连桌大贡桌 让信仲摆放贡品 同时依照往年设立众元亭 上百皆有在此休息等待 善心的信仲会前来不失 另外屏东的玉皇宫 则是发放万寿面 与信仲同享 6点35 6点35 为什么要这么早来 因为要摆桌铁 大小朋友一起共享盛举 就是要2024的龙年从春节一路旺 整年顺利健康 华市新闻 钟孟瀚 林亭阳 陈信荣 这圈高雄屏东采访报导 你好 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